嗨 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前一阵子我有种马铃薯嘛 那今天我想要来把马铃薯挖开看看 有没有长马铃薯 因为它这个叶子已经枯了嘛 当时种的马铃薯 这叶子都干掉 我想说应该也差不多了 来挖挖看到底有没有马铃薯呢 这我是用那个马铃薯种植袋嘛 很方便就是它旁边有一个口 能打开从里面 开始来挖挖看 对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就是挖咯 挖咯 有一颗小的 我那么小 我那么小颗 继续挖 了 你到底唉 这有自动钓出来 一颗 下面 下面掉一颗 然後一个 就一个 就是掌能力 在那裡 在那裡 在挖 都是長在上面齁 對,好像 都是上半部 底下它好像 沒有長得很低 對 有一個還這麼小的 這可能是有曬到太陽的 對,變綠的 好像變綠的就不能吃 對 有一個比較大一點 對 欸,這個 好奇怪形狀 好像葉子很多 但是果實並不多 對 因為我們也沒有施肥啊 是不是說這個肥料成分要改一下 就是說齁,讓它長 長果實不要長葉子 因為我們就是種的就丟在那邊 也沒有說齁特別 這主要是我們的肥料都是偏種於 葉子啦 所以它那個果 果實就是比較小 快根比較小 這邊有一個 嗯 好好看 對啊 有時候可是都好小的 對啊 因為我也沒跟它施肥 就原來的齁 種一種 對 我記得它在長的時候葉子長好多 對啊 嗯 就這幾個 對 欸 欸 好像是 欸 這一個小 好像收成 不是很 多 上次還比較大 對啊 上一批的好像數量比較多一點 沒有,主要我們就是種了就放在那邊 也沒有跟它 怎麼講 種肥 沒有下種肥 有些東西你都要施肥 我們都沒有施就 就把它丟在那邊 可能沒有 嗯 就先暫時這樣吧 嗯 齁 對 就把它丟在那邊 剩下就再 可以再把它放一下 下一次要種收就可以 對啊 你要把側面先蓋起來才能放 對,我先把它放下 對 不是,我也是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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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把口袋扣回去啦 連回去 連回去 然後去好了 剛好再把它丟 下次還可以再種這樣子 對 對 好像我們有種了兩三回 都是這麼小小顆的 沒有四個 嗯 我想應該要來改善一下它的 種植方式 對 這樣產量太少了 對 這樣感覺產量 產量好少喔 對啊 對啊 而且都那麼小顆 太不划算 對 嗯 不過沒關係 下次再把它 種植方式再稍微修改一下 然後可能需要種肥啦 因為我們都沒有施肥 所以也長得不多 對 然後那個怎麼講 馬鈴薯也比較小 對啊 所以下次種的時候 我們再加強一下 看有沒有更好的表現啊 嗯 那今天就馬鈴薯就挖出來 就是這些 大大小小 好怪 怎麼這麼小 呵呵呵 也不錯 就是種東西好玩嘛 嗯 然後大家也可以試試看嘛 種馬鈴薯確實也是不錯 對 種下去 然後就是有子子孫孫就會出來 對不對 那雖然看起來很小 我們用這個攝影手法 讓它看起來很大 對 我們把它放在這裡 把鏡頭拉近 你就覺得很大 好大喔 哈哈哈 其實 不大 哈哈哈 哇 好大的嘛 鈴薯 那是你放大的吧 哈哈哈 好 沒關係 就好玩嘛 那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各位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記得訂閱喔 並將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話 也請幫我按一個讚 謝謝 拜拜